中超联赛如今影响力不断提升,在上个赛季,天津全剑从德甲科隆俱乐部买来德甲同学法国中锋莫德斯特,这位强力中锋先租后买,转汇费高达3500万欧元,相当于2.7亿人民币。 如今,他干随天津全剑征战了亚冠联赛,在本周结束的亚冠小组赛第四轮比赛中,莫德斯特上演绝杀好戏,一人独造三球,成为球队获胜最大功臣,而他在比赛中一次突破更是迫使对手做出反篮球式的粗鲁犯规,在这场重量级对话中,莫德斯特在比赛中成为选北线带重点看防的对象,至少三次遭遇对手走机犯规。 第19分钟的时候,莫德斯特在一次投球针顶过程中,就被对手的左手按压定走机头部,莫德斯特痛苦不已,对手的这个粗鲁犯规动作也被现场镜头很好的捕捉下来,然而,对手却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,接下来似乎愈演愈烈,下半场第61分钟的时候,莫德斯特与韩国全北现代著名国脚后卫金珍珠争抢投球,此时莫德斯特准确判断到落点,准备起跳争抢投球。 然而韩国后卫却看准时机用左手压住莫德斯特头部争抢落点,金珍珠没有抢到皮球,但是却再次成功走机了莫德斯特的头部。 这个动作与上半场莫德斯特被肘击的动作如出一辙,最为奇葩的一幕发生在上半场第44分钟,这是莫德斯特在中线附近接到队友的传球,漂亮的填球转身甩开韩国29岁后卫李在顺,身材高大的莫德斯特。 这个过人显得十分灵活,动作飘逸,让李在顺毫无招架之力,堪称世界级的突破。 然而被成功细耍碾压的李在顺却似乎并不服气,眼看莫德斯特已经突破成功,他却使出一招反篮球式的犯规动作。 他从身后用身体靠莫德斯特,结果自己摔倒在地,就在他倒下的瞬间,他做出了最后的努力,双手抱住莫德斯特左腿,直接将莫德斯特放倒。 李在顺的这个粗鲁犯规也让他吃到了一张黄海,这场比赛吃尽苦头的莫德斯特最终上演绝杀,他也被比赛中完成一进球养次助攻的巨大贡献,不得不说,3500万欧元花得一点不亏,老秋中超球平。